来源翻开历史和现实 我们先来看一张有趣的图片 这张图片的核心内容是告诉我们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石油到底是谁的中石油呢 图片中的答案是中石油是党的 中石油是国家的 中石油也是人民的 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 中石油是一家由国家控股的特大型国有企业 按道理来说的话 中石油是属于全体国民的 也就是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 一般这样的企业有三个特点 一是这样的企业关乎到了国际民生 所以属于是批准模式下的经营 这也就是说一般没有得到批准的资本 是无法进入到这个领域的 比如水电器烟银行等等 二是这样的企业一般都是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 这也就是说这样的企业人人都有份 赚了钱应该是属于大家的 三是这样的企业一般都处于企业和行政单位之间的状态 既是一家企业也是一家行政单位 里面的管理人员应该都是有级别的 总之一句话 这样的企业不一般 这样的企业只有国家可以经营 私人是不可以经营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中石油到底属于谁的呢 我个人的答案如下 这样的企业现状是亏了属于大家的 赚了属于不知道的 好像他们每年也没有给全民分红吧 好像他们每年都在亏损吧 按照一般企业经营思路来说 这么好的经营条件下还每年都亏损 要么就关门 要么就换个人经营才对 最后我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 中石油到底是属于谁的呢